問一下視聰 這個中國民營企業的富豪 他財富全傾一時的時候 都是富可敵國 但是一旦被接管 被沒收 被辭職 甚至被追殺 被死亡的時候 很有可能變成一場空 那接二連三這幾天都是大咖 上個禮拜我們追蹤過 網路惡馬 包含馬雲被辭職 馬化騰被卸任 緊接著而來 昨天晚上跟今天最新的消息 聯想集團柳傳志 他卸任了所有聯想的法人工作 對 沒錯 事實上在中國大陸 你要當富豪真的不是很好當 曾經當過中國首富的 幾乎都沒有太好的下場 那我們看到最新的消息 當然就是柳傳志 因為柳傳志算是聯想的創辦人 他長年來說的話 是聯想的榮譽主席 那他被傳出來說 他卸任了聯想天津控股職位 那聯想天津控股職位 到底多重要呢 他是聯想集團的第一大的股東 那第一大股東他都卸任的話 來說的話 等於是說把實權交出去了 那因為其他這個聯想天津控股的 其他股東來說的話 有包括說中國科學院控股 還有泛海控股 也就是說事實上是 其他的股東是比較偏向是官方色彩 那聯想的這個天津控股來說 又實質控制這個所謂聯想 那柳傳志去職之後 等於是中國有官方色彩的控股公司 正式控制的聯想 也就是說從我們之前一直在講到的這個 中國從去年開始一個國退民進 就是國進民退 就是國營企業進 那明年企業退 那你看這個路徑其實蠻明確的 你可以看到 包括說像我們中國大陸的這個 我們裡面點到了幾個人物 包括說像這個王健 去年在這個2018年在這個 這個法國南部摔死 包括說像這個劉詠希 這個之前的話 跟這個中國大陸的一個 這個女主播有往來的結婚了 他也在中國大陸被刑求致死 他在香港控有這個軍儀酒店 包括說像吳小輝最近被判刑 判了這個18年的這個徒刑 包括肖建華 這個之前曾經還有要來台灣買 台灣的金融業的這個肖建華 他被失蹤到目前為止 人間蒸發 人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那另外一個包括說像劉詠東 對不對 這個京東的 京東商城的老闆 他也被吃官司 包括說像賈耀廷 這個騙了錢之後 潛逃到海外去 現在也不知道人到哪裡去了 包括許家印 目前來說的話 他是整個公司 幾乎是完全被監控監管的一個局面 那馬雲馬化騰最近都被辭職 那最新的就是柳川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你只要有錢到一個程度來說 他認定你 你可能會危害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甚至你有很多東西 關鍵的東西交不出來 譬如說像這個馬雲跟馬化騰 為什麼他們會被辭職 傳言是說 因為他們旗下有非常多 中國大陸民眾的一般的消費資料 還有徵信資料 中國大陸要你交出來 你不肯交出來 那好 那我就只好跟你來應的 於是就讓你被請辭 那一樣嘛 那你要說控制聯想要做什麼 聯想他有很多 這些網通產品什麼之類的 當然我要控制這家公司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那種所謂的國進民退 事實上這個情形一直在發生之中 那我們講到說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當然除了這個柳川智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吳小輝 因為吳小輝他最近被判刑 被判刑的話 因為他是因為涉嫌所謂的集資詐騙 還有職務的這個應用職務來侵占 所以他被判有期徒刑18年 那18年來說的話 這個在中國大陸算是還蠻重 但是其實他最受人矚目倒不是這個 因為他被上海法院判說他要賠 除了他個人要沒收105億的財產之外 還要再判賠752億人民幣 折合一共是857億人民幣的罰款 這個高達是3800億台幣 可以說創了這個 中國大陸的這個歷史的這個紀錄 他被罰了這麼多錢之後呢 那同樣時間來說的話 他母親也在控訴說 我想要見這個吳小輝 都沒辦法見到吳小輝 那就是說好像吳小輝在獄中來說 也被這個不人道的這個對待 那我們講吳小輝為什麼會被抓 事實上他跟這個肖建華是有比較大關係 肖建華是在2017年 在這個在香港四季酒店的套房中 因為被被帶走之後 他講出了非常多人 因為肖建華以前 他就跟這個金融業 這個往來非常密切 所以後來的這個保監會的主席 沒多久的話吳小輝也被抓 那吳小輝被抓的時候 其實在吳小輝要出事之前 沒多久的時候 其實鄧小平家族已經知道 他可能會出事 所以當時他的這個 算是他的前妻 就已經發了一個這個聲明稿說 他跟我們這個鄧家 一點關係都沒有 目的在切割他跟吳小輝之間的關係 那吳小輝到底為什麼能夠憑空出事 事實上如果你去翻閱這個 過去的年代裡面 他最主要控股的是安邦這個保險 那安邦集團 他其實2004年才成立 那2004年成立的時候 他當時的資本只有5億 那為什麼能夠後來發展到一個 變成一個富可敵國 甚至他為什麼會受矚目 是因為他之前在2017年 2017年 15年的時候他去收購紐約的這個地標 叫華爾道夫的這個酒店 那因為他當時要收購華爾道夫的酒店的時候 中國大方那時候還說 你看我們可以收購這個華爾道夫的酒店 當時還引起美國政商界的這些注意 就是說到底是誰來買 那後來知道是安邦人壽 那這個華爾道夫的酒店在去年 他也是被迫要賣掉 已經現在也不是屬於安邦集團 那安邦集團為什麼會成長得那麼快 現在被人家起底就是說 其實他主要倒不是說 這個吳小輝他只有非常厲害的經營的能力 而是因為他有背後有非常龐大的政商人脈關係 包括說鄧小平就是他的這個 鄧小平家族就是他的資助之一 另外就是說他跟誰 他跟這個上海過去的 中國大學過去的這個開國元帥 陳毅的兒子這個陳小魯關係非常好 那因為陳小魯 因為我們知道陳毅他的大本營就在上海 那陳小魯前一陣子之前又被 他實際投資了非常多金融業 他跟朱鎔基家族還有陳小魯家族 是管中國的這個金融業 接入最深的兩個家族 那後面你可以看到 其實包括朱鎔基家族的兒子 朱雲萊還有這個陳小魯 其實都是安邦集團裡面的重要人士 也就是說他靠著這些政商人脈關係 在過去不斷的在中國大陸擴展 他的這個政商人脈關係 但是無奈是這樣 第一個陳小魯在去年也莫名 在今年也莫名其妙就過世了 那我們知道整個安邦集團 就從此就人間蒸發就不見了 因為你是靠政商人脈關係起來的 你大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必須要對付你的時候 我可以用任何手段 把你的財產沒收 變成國有 這就是中國大陸所有企業家的下場